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履在全国得票比例分别是23.1% 36.84%以及39.3% 这跟大选结果不谋而合 2004年总统大选在英哥 连宋比上陈履 得票率是48.1% 对上51.9% 而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 连宋以极小差距不到3万票败选 得票率是49.89% 对上陈履的50.11% 和全国的比例差距只有1% 再度印证成功 还不相信张运哥的威力吗 再看看2008年总统大选 2008年总统选举揭晓 马骁赢得胜选 国民党的马骁在英哥获得 57.76% 常常获得42.24%的选票 这跟马骁在全国得票率 58.45% 仅差0.6个百分点 而常常在全国获得41.55% 差距也是在0.6%左右 算是张运哥发工最神准的一次 台大教授洪永泰还曾经分析 自1994年以来 八次全国性大选 确实是由新北市的英哥区 得票率最符合结果 是因为这里的人口结构 恰巧是全国的缩影 叫他张运哥当之无愧 赢这里就赢全国 也难怪小小的英哥 重要程度犹如一级战区 不敢大意 中天决胜观点 决战202 下回见